很凑巧的就是说昨天还是前天25号的时候 就是美国时间25号的时候 那个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国家和地区吧 发表了一个针对于贸易的一个联合声明 那么这个联合声明呢我看了一下 它里面的没有提到专门针对中国 它只是说针对第三方的贸易 但实际上呢内容呢每一条都是针对中国的 实际上呢这个联合声明的发表呢 就是意味着美国欧盟日本在对华贸易上的立场呢 实际上是一致的 他们在这个联合声明里面呢就提到